要逃避这个自改手变车的麻烦 手牌变速箱 但是自排的外盖 自排改手牌 民众不愿通过繁复程序 干脆做个外盖遮掩 方向盘下面它是有离合器的 我们来试试看看一档的打档 不只介绍外观 还亲自示范打档 行车我已经这样子开了 大概五六年有了 所以这种改装方法来讲 应该是算非常安全 提供大家参考参考 大方公开违法改车 说领检不会被发现 还颇望要其他人参考 似乎有点沾沾自喜 但自排改手牌 车行说能省油 熟悉操作的话 起步加速也相对较快 下坡还能降挡 不用死踩刹车 安全性更高 自排改手牌 都是这一些小马力的车 因为它炸出人的马力不够多 所以又为了符合那种 跑山路的操驾乐趣 会把它盖成手牌 改一次二到四万能增强马力 似乎不算贵 但如果真的被抓到 未经申请就擅自改装零件 最高得付上九千六百元罚还 因为它的外观 如果像自排车那种 排档方式的话 不容易辨识 因为它已经 在这一关的时候 它已经停头以后 我们来看一些引擎 这些外观的检查 尽管自排改手牌 并非一般验车项目 但是现在验车 多了层层关卡 过程还会录影 可没那么容易过关 民众最好还是不要心存侥幸 记得蔡小刚 廉家庆 廖文斌 台中云林 综合报导 中云林 公司